好那目前呢在線上的 我們歡迎這個台南市議員謝龍健 龍健先生你好 千惠你好 大家好 那我們首先來看到 這個台南的這個 津巴局長陳凱琳 他在凌晨的時候已經被收押了 但是他指認了有收錢沒有收賄 他說有歇受性招待 但他沒有利用職務收賄 那這個部分因為還要查 有沒有對價關係 我不知道最後有沒有可能 這個檢調呢 對他是這個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不過我先請教這個龍健先生 因為這個案子你很早 那當時其實我們在新聞當中 也有特別去提到這一段 就是呢你在6月份的時候呢 你拿出了很多的這個相關的 什麼錄音啊 證據啊 好那指控他涉嫌這些 有幾大弊案的部分 當時陳凱琳還按鈴控告 他說你是斷章取義 惡意簡潔 但如今陳凱琳被壓了起來了耶 差點別人 惡人先告狀 那回來我想說我執行完 你既然告我 那我就找了律師來討論 我把6個案子 因為其中有兩個案子 我還沒有來得及查證 所以我們也很怕很多 為得標廠商 有時候會藉著民意代表執行 就會變成是打手嘛 所以我們就很謹慎 我就很謹慎查查查 後來兩個案子沒有查 他就告了我 所以我就把那另外 比較具體的4個案子 我就寫了這個告訴狀以後 我就直接按鈴申告 那跟今天癥結的過程 我想也大概雷同 我當著黃市長跟陳局長 我就講 從事公眾事務 財根社真的要引以為戒 那我們不斷在提點 那整個台南市真的是成科以重 那市長4年來什麼我都不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我都不知道 昨天晚上議員被帶走了 你也不知道 都不知道 你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警察要辦 還好昨天是最後調查局出手 就由調查處來把人帶回去辦 你知道昨天晚上我知道的消息 因為我已經搬離開那個議會 研究室我昨天搬清楚了 昨天好多國民黨的議員 就去睡在議會了 都也不敢待在家裡面了 蛤 所以 什麼不敢待在家裡面 哎 就幫你帶走 我跟你講帶走 第一個就是可能要你不投票 要不然就是你要投自己 就是不允許國民黨跟郭信良合作 怎麼會弄成這樣子呢 你們是怎麼不可以 你們要吃就對了 因為如果沒有掌控這個議會 那他整個光電事業看起來餅很大 但他們只吃了四分之一 還有四分之三會吃不到 所以就硬要把這個議長拿下 那整片的六十一議息 整個光電產業 才是真正的最後一塊拼圖 那黃市長你真的 不怪 林輝煩 他出來跟你說這個生意已經有夠 剛好 所以 那清德你現在 清德兄是已經是準主席了 如果你在你從台南離開當了院長到副總統 如果你在漠視台南市 我一直對你很誇讚 就是說 起碼你維護了整個市政府的官政 那你交給黃偉澤 這四年來不但官政敗壞官商勾結 我跟你說 你如果再不正視 你當了主席再不勇敢面對 尤其你太了解台南 你身邊你過去的政務官 現在都還留在台南市政府很多 你聽到了絕對比我 謝龍介聽到了更多 所以這個時候 你應該要有所作為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整個光電啊 大家昨天還在問我說 會不會 這個生壓會不會成 我說那就看法院嘛 看政績多少 然後今天晚上就說 今天整個網路上就說 那謝龍介當時講的都沒有烏龍報 他們怎麼說謝龍介都是烏龍爆料 你看看千惠 我們拿出政績來講 他們第一時間就應用媒體的優勢 就先套一個 我是烏龍爆料烏龍介 你看看 然後現在好 一件一件的翻出來 從盧渣到現在的這個陳凱琳 最後還會到黃偉澤身上 各位等著拭目以待吧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問題是龍介線 這個事情能夠辦到什麼程度啊 你剛剛說呢 黃偉澤市長呢 這也不知道 那也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是真不知道 還假不知道 還故意不知道 但是你說賴清德 賴清德出手了嗎 他出手是 問題是你手能不能伸到檢調去嗎 總是不行嘛 對不對 那我說檢察官我是很誇讚他 但總是為德不足啊 其實這個事情我們 內部消息早就聽到 十月以前就已經搞定了 但他沒有起訴 也沒有動作 那恐怕就是被上面壓下來嘛 那壓下來現在選後了選完了 那你說這個選舉公平嗎 但我們也必須承受還政 這就是他們的所謂主場優勢 那你有了執政優勢以後 你是用來順遂這些官商勾結 達到目的 然後寢實的是人民的福祉 所以老人健保你也不保 老人福利你也不做 對不對 那整個交通你也不改善 全部的精神 你身邊的人全部整個集團 都是看在整個光電利益 跟爐渣利益 那你說我們這個城市如何進步 我們怎麼去面對 那我今天我要離開市議會了 大家就覺得說人心惶惶 那以後誰來看這個 你們放心啦 江山帶有才能出來 國民黨所有這些議員 那對於這些官商勾結 是非常痛恨的 所以他們 我們昨天晚上發出這種事情 我告訴你台南市民主勝財經燃 要選議對議員 去他們帶出 羅貝先生 可是 這是多嚴重你知道嗎 那你覺得這陀拉區的弊案 會有辦法一路燒下去 甚至向上延燒嗎 你對這個部分樂觀嗎 我當然很樂觀 因為錢是跑不掉了 錢只要進到哪裡 那都會在 你買了什麼東西 我買一棟房子 2800萬 但貸款2200萬 他們說我這麼買房子 他們買7000多萬的房子 是沒有貸款 還裝修1000多萬 你看看 這樣又喝一宿出來說我買租 我實際上看你們真的有錢 那這些錢到哪裡去 你拿什麼權買的 所以昨天 檢方有一條財產來源不明罪 因為他跟他老婆把買房子的錢都兜不攏 所以這後面還有幾筆罪啊 還要再去比對 但是法官為什麼 現在要深壓一個人沒有那麼容易 為什麼法官會同意收押 你就可以知道 檢方提出來的證據已經夠多了 那最後要公房 真正的公房是在法院結辯 那控方跟辯方的真正的公房是會在那裡 可是有證人 那因為有很多很多的廠商 被虛索無度 被虛索無度 然後他們又罔顧整個居住正義 你可以看到千惠你到過台南 你看我們那個北門 國民黨沒有拿過30%以上的 可是這次為什麼北門投出來是 謝龍介贏過黃偉哲360幾票 那你整個被重電重到 所有世代200多年在這裡生存的這些居民 一點點公平正義都不顧 那所有的居住正義完全被毀滅 然後你只顧著讓廠商儘快施作 儘快賣店收錢 所以怎麼會不起這些風波呢 那不但廠商這樣 如果廠商今天是很單純的來投資 施作 那我打點一下可以 可是你們是一而再 再而三 要的更多 拿的更多 那這些廠商當然會有怨言 所以 從廠商的交際過程 你看都敢喝花酒 還可以接受信証 那這一種 如果他還能偽裝成一個 君子一樣的風度偏偏 那也剛好 我說了 我是看得下落落了 但我們知道 我們揭穿的時候 所有對我們無情的攻擊 然後在議會還 倒黑為白 然後攻擊我 我當然我有爆出口 那現在各位可以去看看 為什麼當時會爆出口 你再看看整個 整個抹黑 我提出證據 然後你們護航陳凱琳 來對我抹黑 那現在總算 司法 還原一點點真相 不過我還是對 台南市民當時在收看 那個我質詢的時候 我告訴高章這幾個 我還是對台南市民 做出道歉 但是對當事人你們可以去看看 這一些事情難道不是就我講的這樣嗎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 細菌作用之後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寶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